观光人潮回流,为了满足台北和国际城市间庞大的旅客往返需求 长荣航空让最新型客机进驻到松山机场 首飞航班为松山到宇田 迷航局长欣慰地表示,松机位在市中心有很多的限制 很乐见长荣航空愿意让高载量的客机在台北大展身手 松山机场国际航线在疫情之后逐渐回温至六成水准 长荣航空最新波伊7870客机特地挑选七系情人节 从台北首航日本羽田机场 管理阶层特地在登机门前盛大庆祝 有旅客惊喜表示,到了现场才知道自己做的是新的机型 我没有想到你们这班飞机是新的是不是 哎呀真是的,那真的很乐意呢,谢谢谢谢 迷航局长说,松山机场位处台北市中心 除了宵禁之外,也有噪音管制 长荣新的七八七客机,每趟航班提供342个座位 可以有效突破原本载运量的天花板 也为航空公司开辟了业绩增幅空间 这群飞机进驻松山代表着新的时代的来临 各位知道我们松山机场有宵禁,有噪音管制 我们这边的运量呢,不是因为它冲不上去 是因为我们局跟台北市政府给它一个天花板 我们机场本身就可以飞,它没有来试飞过 所以基本上没有问题,七八七十是可以方便 很顺利来这边降落 新客机带有全新涂装,纪念长荣航空加入星空联盟十周年 机舱内部设计导入新科技,调节采光,舱压及时度 让飞航舒适度再度升级 尤其是这架飞机它因为它是飞到雨天 很多人可以就近就可以看到富士山 七八七呢它是维持在六千英尺 所以在相对你学艺中的含氧量是比较多 所以比较不会有晕机或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舞蹈表演,牵食体验,增加现场温馨热闹的气氛 然而台北午后突然变天,外面下起大雷雨 里面也下起小雨,为了地勤人员的安全 前往东京的首航旅程只能晚一点再起飞 记者邱博听台北采访报道